欢迎回到热情追踪 占地近26公顷的台北市大安森林公园 是台北的都市之废 但很多人不知道 这里其实曾经是密集的眷村聚落 有将近一万两千多人在此定居40个年头 理法院、小面摊、生活精能应有尽有 一旁的国际学社及体育馆 甚至还举办过书展、演唱会 以及选美比赛相当热闹 只是这景象随着1992年拆迁之后渐渐消逝 如今绿于盎然的公园 原来还藏着这么一段历史 透过台阶新闻的珍贵画面 带您一起来看看 大安森林公园的前世今生 俯瞰台北市新珍南路 信一路一带 矮小屋平房 蓬屋夹杂而立 您一定很难想象 眼前的这个地方竟然就是现今的大安森林公园 在成为绿地之前 这里曾是人口密集的眷村聚落 整个单公园基地上 当时的预定地的基地上 有超过2000户 所以2090几户的这个拆迁 这些人总共加以来是一万两千人上下 所以那个人数非常的多 当时由建华新村、岳庐新村 以及各地而来的城乡移民 一万多人在此扎根 交织成40年之久的故事 建华新村大概我的生命的一大半都付出在那边 那边也给我很多很多儿时的一些喜怒哀乐都有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虽然房子就房子老 但是我相信大家还是喜欢 还是喜欢那个地方 还是很怀念那个地方 1950年代国民政府牵台 大批空军陆军军卷被安排在此落脚 有老爷爷开的理发厅 也有人在家门前摆摊 做起小生意 一个小村落生长成为一个小世界 生活机能以应俱全 人情味更是特别浓厚 我们村子因为也比较大 所以就是设计方面那些区域也比较多 有分成幼稚园的托儿所 那一块还有一个叫什么防空 当时有防空洞 少数的陌生人来到我们村子 他们会绕不出去 他们不晓得那个往哪边出 还要来问 除了自己自足的眷村聚落 靠近信义路这一侧的国际学社 一旁的大型体育馆 更是当年整眼活动的首选之地 前第一夫人蒋宋美玲 曾来这里 参观国际妇女会主办的 慈善意脉会 还有外国合唱团抵台演唱名曲 或者常年举行的大规模书展 成为引领时尚的文化据点 国际学社的面积不算太小 但是给这么许多的摊位一百 看书的人也就没有多少地方 可以转身了 一年一度的全国最新 内外销成衣展授会 今天上午十点钟 在台北市信义路的 国际学社体育馆开幕 这是一个集合全国成衣界的展授会 每年这个季节 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士 去前观选购 建立于1957年的国际学社 提供国内外学生住宿服务 让战后的台北城染上了西化的气氛 当初是一般的资金是美国人拿钱 一般是台湾三星人士共同出了钱来建造一个国际学社 宗旨是方便外国学生有一个住的地方 吃的地方各方面 打破语言 种族 文化交流 沿着国际学社往新生南路的方向 还有另一番风景 一座观一像从1985年开始再次驻足 正是台北市最大的七号公园预定地 但是今天凡是经过这里的人 莫不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一尊佛像感到奇怪 主要目的一方面是美化这样的环境 让这样的环境能够成为大家 一个休息的一个很好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希望成为 大家在新宁信仰上的一个寄托 随着岁月积累 这一带的网络生活圈越发紧密 只是早在日治时期 这里就被规划为七号公园的预定地 而这份计划到了民国时期 始终没有变更 这座立在公园区域范围内的观音像 存留问题 引发佛教界与市政府基督教界的对立情绪 证实台北市七号公园观音像 继续留在原地的立法委员林郑杰和世昭慧法师 今天开始以绝食静坐的方式为观音像请命 七号公园观音像 历经佛教团体绝食抗议 市府松口因为观音像 出自雕塑家杨英峰之手 会转以公共艺术的方式保存下来 但国际学社眷存聚落难逃拆清命运 当家园即将成为公园 居民有不舍 有愤恨 但他们更害怕的是 没有地方住 于是这样的拆迁计划 引发了一场长期抗争 今天如果你是我们的话 你会怎么样 你拆了的方式知道他们去哪里 我们手无串点 叫警察 叫宪兵 我们手无串点 从二十多岁告诉我说 你们等着空军总部会给你们安排 我们就等了 二十岁等到三十岁 没有 知道没有的时候 我们就村长带我们 做一些抗争的动作 义起当年仿佛内窥伤疤再次被掀了开来 谢永齐是眷存第二代 他直言是因为他们一次次奋力抗争 才震到了掩受国债的落脚处 但政府能提供的数目 根本不及眷库的二分之一 拿到房子的还得背上一笔贷款 淡淡的口吻 唯唯道出建华新村居民的共同无奈 生于私 长于私的 还有这位眷村第三代李志文 他的妈妈来自南投埔里 嫁进了村子里 靠着手艺维生 因为我妈爱做菜 那眷村很喜欢去交流 很喜欢我们煮的东西拿去隔壁邻居 隔壁大家都是这样子 就拿来 就是东西会拿来拿去 对 所以说 我觉得她吃的东西很多元化 因着妈妈的好人缘 李志文学会了各种眷村菜 在盐寿国宅附近经营餐馆 餐馆的墙面上是眷村的一角 是不想忘却的点点滴滴 大家比较会来聚集 有时候像过年的时候 那种气氛就很好 家里就会玩 村子的大家都会跑来我们家玩牌 然后一玩可能就是除夕夜开始 一玩玩到元宵节这样子 对 就每天就是很热闹 以前隔壁还有一些宪兵队 然后晚上那些阿兵哥没有收价 他们就会进来五龙五四 当年的眷村聚落 如今是26公顷的公园绿地 更被誉为台北的都市之废 而原只为在大安森林公园 捷运二号出口附近的国际学社 在1992年搬到了新北市新店山腰之间 这些城堂都是女生宿舍 有酒店的房间 50年次的何世家当年从苗栗北上打拼 第一份工作就接下了国际学社体育馆的活动 负责水电工程 没想到一座就是37年 谈起刚搬迁的种种恍如昨日 在学社那边当在信义路的时候 是一个繁华路段 到了这边180个转变 这个山上 讲哪一天 人就想说 有点像来到养老天的感觉 就是差别太大了 从往日风华归于田淡 消弭了眷村记忆 回到自然景态 这座一般民众再熟悉不过的大安森林公园 曾代表着五彩绚烂的繁景 也埋藏着属于一群人对于家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